《啤梨漫步》 逢星期一至五 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啤梨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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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騙徒手法 陳畜不窮 真的無法談 道高一尺 就魔高一丈 但騙徒他們想 不是很複雜的事 但這樣都被他們想到 真是值得他們賺錢 當然也會被人抓 說你犯法的事 但老實說 有時我想 這些古惑仔 這些爛鬼 如果他們把這個腦筋動用在證圖上 他們都會賺到錢 真是醒目的 是甚麼事呢 首先他們 偷了受害人的信用卡 你怎樣偷到人的信用卡 你別管 偷銀包放進去 總之有辦法偷到受害人的信用卡 譬如他偷偷那張信用卡叫馬建賢 於是他們偷造身份證 偷造身份證 然後叫跑腿 拿著偷造身份證 去手提電話公司 報室的電話 拿個電話卡 大家知道 很容易 你想想 偷了一張身份證 其實不難 是資料那張卡裡面的東西 麻煩一些 警察查 但如果不是 其實真的不難 過膠過硬 現在不是過膠 現在整張卡 一定有辦法做到 去到電訊公司 譬如CSL數碼通的 喂 你的信用卡 你的身份證很好 是做的 你應不應拍那個跑腿的嘴巴 沒問題 他真是叫馬建賢 當然信用卡 當然要連電話卡 你先拿到資料 好了 於是他看看身份證 copy 下簽名 給你一張卡制 他屬於哪裏 哪裏 他屬於卡 通常會小洽牛刀 那些上司法 對手上賣 中共很害怕 現在你騰卡買東西 一去到某個價錢 很多時候 有些是心心之父 不知便宜的卡也會 他會有一個明信給你 就說驗證密碼, 好了,去到錄我, 於是就錄一些厲害的東西, 這次這宗案就錄奴歷史, 錄多少?六十多萬, 我想錄兩三隻,一隻貴的兩隻, 這張卡出來信手卡, 所以扔了卡出來, 所謂的卡中心, 他就要扔個訊息給這個電話, 66982429, 66982429那張卡, 舊那張,他說不見了, 報失了, 就已經收不到那個訊息, 原新的卡主, 新的跑腿, 刷人收到驗證碼, 電話卡在那裡打回驗證碼, 銀行覺得OK了, 找到那個登卡人, 他便批這一筆錢, 於是那個錄行, 錄卡成功, 過了數, 行人, 他便馬上碰到, 買錄也好, 甚麼都好, OK, 真是防不勝防, 好了, 案發是怎樣呢, 受害人發現, 咦, 為何突然間, 這個是破綻, 手機沒有了信號, 剛才他打手機, 如果在睡覺, 或者在公司工作, 你就再遲了, 沒有了信號的, 因為那張卡廢了, 他本身那張電話卡, 他是不見信用卡, 他沒有不見電話卡的, 好了, 於是, 我打問他, 喂, 做甚麼, 他說, 不是呀, 有人暴失了, 你張電話卡, 那麼奇怪, 好了, 跟著他隨後發現, 隨後沒有說多久, 可能幾個字, 一個小時這樣, 只是信用卡, 在一個小時之內, 被人滾了六十四晚, 直接報警, 好了, 由尖望警區, 深入調查之後, 鎖定名義關, 可能是CCTV, 拍到跑腿, 就還原整個過程, 好了, 整個過程是怎樣呢, 他說, 這是內地的跨警犯罪集團, 內地, 不是KK, 不是緬甸, 在香港偷取受害人的信用卡, 和身分證個人資料, 跟著要找報酬, 找跑腿, 然後用跑腿的照片, 結合受害人的資料, 就做一張假身分證, 因為你要騙的目的是, 電訊公司, 將假身分證其實不用99%, 可能80%都騙到, 即是他不是執法人員, 好了, 然後, 剛才說, 他就會去到電訊公司出示假身分證, 假扮受害人, 報失電話卡, 要求拿一張新電話卡, 拿一張新電話卡之後, 他就先去便利店, 咖啡店, 小事牛刀, 行了, 再去證明, 將卡運作正常, 再去食戴茶飯, 昨天, 警方調查之後, 九龍城, 用盜竊、欺騙手段, 取得財產行使偽造文件等等, 拘捕一個報稱, 得士司機的66歲, 姓陳的男子, 相信他是犯罪集團的跑腿, 是跑腿來的, 其實六十多歐, 都這樣兩皮, 你都記得按鈎, 我真的覺得, 這是充數組, 現在被落案, 是吧, 起訴賽事三項罪名, 不過, 警方都不排除, 案裏面四隻勞力士手錶, 已經運往內地了, 其實我最有興趣之路, 銀行, 會否認數, 如果匯豐, 我膽敢說, 他一定要你還, 關閉書, 是呀, 你應該要保護, 保護好那張, 規定卡, 都不見到出聲, 去到這些位置, 各位網友, 你電話那些, 因為我們剛才有些人喜歡, 信用卡的電話, 現在只是防不勝防, 打電話來, 你明明是我老婆, 有樣子又很腥, 又是AI, 你真是死狗緊, 真是死狗緊, 真是死狗緊, 你說指紋解鎖, 看你眼, 眼解鎖, 斬你手指去開鎖, 真是大的網, 較早時候, 我們講過這件事, 36歲的男醫生, 自己穿著長梢環佛教大紅中學的, 穿著白色連身裙校服, 即是女校服, 戴上假髮和眼鏡, 入了那間學校, 入面遊走, 被那些女教師問, 老實說, 36歲的馬鹿佬, 戴上假髮, 戴上眼鏡, 穿著裙, 就想扮女學生, 喂, 我一見到就打你了, 哈哈哈哈, 才不用說話, 成功逃走, 在女教師查問之後, 不過最後都被警方拘捕了, 在一輛私家車裏面發現, 另外四套其他校服, 其他學校的校服, 今天呢, 在西九龍法院, 就承認遊蕩罪, 其實呢, 警察呢, 在正常情況下, 唯有是告遊蕩罪, 你都不知道過去什麼, 嗯, 看你有沒有留過23條, 最好啊, 你都不知道過去什麼, 嗯, 意圖非禮, 又未必找到證據, 那他, 承認遊蕩罪, 裁判官押後到4月24日, 就是看那些報告, 就是, 先宣判, 這個被告叫做, 廖許賢, 36歲, 報稱醫生, OK, 醫生, 是啊, 安城說, 那個長生環佛教大學, 大雄中學, 一位女教師, 在案發日, 即是去年的11月20日, Lunch time, 12點多, 發而有個女學生, 在學校一樓, 走上二樓, 女教師問這個女學生, 那我覺得很奇怪, 喂, 你去哪裡? 有沒有鬚筋呢? 對方, 細小聲說, 回課室啊, 哈哈, 自己發女學生, 女教師就問, 你去哪個課室啊, 接著女學生就衝向地下, 逃走到蘇屋村, OK, 由於女學生, 女教師覺得這個女學生呢, 咦, 你們兩個聲音低沉, 哈哈哈, 身形又像男人, 於是通了校報警, 警員看閉路電視呢, 就發覺, 這個被告是駕駛私家車, 去到蘇屋村, 啊, 也都拍到他入學校時候, 是穿, 該校的白色年身校裙, 戴上假髮和眼鏡, 那他駕駛私家車, 錄到你私家車嘛, 那找到你車牌, 當年很容易找到啦, 啊, 同一天, 就已經拘捕了他了, 在私家車裏面發現, 他案發時鎖村的校服之外呢, 另外四度中學的校服, 這些呢, 老實講, 這麼辛苦, 三十幾歲, 接到醫生, 一定要, 希望你, 看好病, 那些不會吸不到女的, 不會沒有錢高雞的, 是吧, 我很懷疑, 這些病, 好了, 這件事真的, 真的,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 這件事, 這個世界上, 禮環節曲到這樣的, 我真的幫警方, 證明我, 是其是非其非, 是有, 是有, 是良性的, 建議和改善, 是吧, 真的,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 不過, 我根本不會罵他, 有一條粉牆, 地盤公, 墨牌駕駛, 發司家車, 車著兩歲的女兒, OK, 好了, 警方查截, 不肯停車, 再踩油加速, 衝薄落, 橫衝直撞, 衝幾個燈位, 還要捐車, OK, 警察, 他都不停, OK, 於是, 開槍打中他的肩膀, 現在這個地盤公, 承認危險駕駛, 約後駕駛等等, 誤罪, 但是說, 喂, 你打勾我, 打到我嚴重受傷, 妄顧後果, 嚴重疏忽, 要求, 就其人生損害賠償, 不過, 沒有名列這麼硬, 你永遠都可以的, 司法救濟, 你講不講得通道理, 你說這個不是相等的, 雙等的武力, 不是的, 你不停走, 我不知道你什麼事, 不停有衝燈偶盛, 開槍摸得, 沒辦法, 子彈摸下, 你不幸運, 以為你販毒車, 不是的, 不是的, 他不是販毒, 不過他吸完毒, 你想想, 你錢錢錢錢, 吸完毒, 還載了兩歲的女兒, 就是這裡了, 就是這裡了, 你不載, 就是這樣, 毒後駕駛已經大膜了, 你死你的事, 但是還載了兩歲的女兒, 你說多嚴重, 好了, 原告是孔俊傑, 孔俊傑, 這些人的邏輯, 這些律師呢, 怎樣教他呢, 他說, 當日警方在沙田大埔道巡邏, 其實不是針對他的, 透過配備自動車牌識別系統, 我幾年前都被這些自動車牌識別系統, 都識別過我, 沒有交牌費, 然後他就接收我, 叫開張3002給我, 然後我問, 喂, Sir,別說那麼多, 其實你怎樣知道我是, 好嗎? 好, 只不過看到, 原來兩輛私家車沒有交牌費, 於是乎, 就揚聲, 喂, 前面, AJ6697, AJ6697, 停在一邊, 這樣而已, 其實停在一邊, 去到那一剎那, 因為你是個嬰兒女, 可能就是你沒有交牌費, 當然, 後來他就不止了, 被一個無理會, 加速踩油, 不停攝車, 三度衝紅燈, 接著呢, 違規轉向, 逆線行車, 加速撞到前面的車, 甚麼都齊, 那你去到這個時候, 喂, 你警察當然, 覺得你, 喂, 甚麼事啊, 沒事的, 你為甚麼走到這樣, 好了, 警員呢, 於是乎呢, 喋槍警告司機, 我不知道呢, 這個呢, 是警車, 你有沒有寫, 在後面那麼有形呢, 還是, 駕車, 因為已經一段時間, 有警員在條路上面, 喂, 不要再行啊, 你再開車, 你再開槍啊, 這樣, 不知道甚麼情形, 好了, 但仍然加速繼續走, 最終呢, 向著司機開了一槍, 又肩頭中槍之後, 他舉手投降, 那又馬上投降, 你應該是索性的, 你黑手大人有, 繼續去的, 好了, 好了, 接著呢, 警方就發現, 他不是車, 連駕駛側照, 2014年過期, 2014年過期, 這件石, 什麼時候呢, 2021年, 過期7年, 血液入面呢, 有海樂英的殘餘物, 也有個兩歲的女兒, 載著, 因為他呢, 是認罪的, 在去年, 前年10月, 2022年, 就判囚三年, 停牌三年, 現在呢, 庭上透露呢, 他有永久傷殘, 或者需要終身錯輪椅出入, 所以呢, 他又要民事控告警員當日開槍, 對他造成嚴重傷害, 所以老實講, 這個開槍呢, 我認為都相當合理, 因為除了我要制止你之外, 你這樣駕駛車法, 可能他對勞人族構成危險, 喂, 可能你炒在我那裏, 或者炒在警察那裏, 反而我這次都合理, 原來你還要夠膽索償, 好, 最後, 紅磡六年前一宗劫案, 三個巴, 直男子, 光天化日, 池都, 砍傷兩名, 珠寶公司職員, 其實就抓了兩個人, 兩個都判了有罪, 一個判十三年, 另外一個呢, 又是, 又是武康密德的人, 就在判刑前, 定了罪的了, 定了罪, 判刑前自殺, 暫委法官尤德康就說, 辦命, 控罪書不具效力, 其實我不是很明白, 它說, 控罪書不具效力, 為什麼呢, 因為, 即是, 除非法庭同意她的人也死了了, 有關案件就會結案, 但判罪是仍然維持, 所以我不太明白空罪输不具考慮, 定罪又怎麽維持呢,人就死了, 问题是他在临判刑前, 他都抛了幾年,他留下遺書, 就說他無做到, 即是亦掛念家人, 不想在獄中度過, 那是否以死明智呢, 不知怎麽解, 通常人這樣死, 我們都會覺得, 是,他應該真的有這些冤情, 但我看這件事,我真的不覺得, 因為第一,他轉正,第二, 很大可能是, 第一,不想坐牢,十幾年, 他如果這樣死, 起碼家人都很印象, 會不會呢, 那你警察會不會繼續去查這件事, 你說, 其實是打劫商人, 十三年, 他又不是國安法, 他是不是良好, 坐了七、八年出來, 四十一歲都未到好老, 坐了七、八年出來, 你說, 要不需要死呢, 難道真是有隱情, 你都坐了幾年, 是的, 因為已經花了幾年了, 你真是, 只是你真是有冤情, 或者, 我看回其他招牢補充, 他們是斷正的, 還是, 所謂的斷正, 一來不是當陳足道, 還是你看到差不多樣子, 什麼呢, 我真的不知道, 就算, 老實說, 一人較早前半十三年, 十三年, 你減三分之一, 十年, 我不要當九年了, 你都拋六年了, 好, 休息一會, 我們做下一次之後, 我們有新的節目了,